谁知道 最近还有一次 就经常过来找我 说你在做什么 我说在做摄影 他说你为什么要做 我当时就很神奇 就在这个院来找我 是不是因为看到了老二的话 我不知道 说的很感性 他们说的很感性的话 所以那次我就很神奇 什么叫很感性的话 很感性的话 就是比如说你对什么有兴趣 那我对什么都可以有兴趣 这是很感性的话 就是没有目的的 就是他好像跟你在谈心聊天一样那种 所以我觉得这种是特别 我觉得不尊重人 我觉得 比如说你为什么要摄影拍片子 是吧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很可笑的问题 他说的那你拍片子 都拍什么片子呢 我就告诉他 我说你我拍什么片子 跟你有关系吗 我说我拍什么 难道还都告诉你 我拍天拍地 拍人 我什么都可以拍 他也 他也 他警察也 也不知道该怎么接这个话 当时我 我起来转身就要走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 告诉我 我有什么问题 如果你告诉不了我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就不用来找我 你找我也不会跟你合作的 也不会跟你配合 因为我觉得你做的很多事情都是违法的事情 没什么值得 就是他们没什么值得让我去配合的一点 此前没有人跟我提到野副 但是他给我那本书 我一个晚上把他从第一页看到最后页 每个剧都看下来了 不分别的就文字来说 在现在的写作人员也是非常好 有个东西 对不起 同意 一票反对 要求奥巴马来中国 跟中国政府交涉 这次没提到野副老师 或者说 那个网上这条消息 没提到 这个黄契和谈多人的时光问题 反正我觉得奥巴马压力挺大的 这次来中国 因为他们国内 呼声很强 对对对 不能够跟中国做生意 完全放断 也不顾 这个我觉得他这次 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他施压 在各方面的事 我已经在网上 反正拍战头拍了很久了 他就说 我要拍完 不要都不是我的事 所以应该坚持 也就是基本的原则 所以就说 要不然你叫我别来 我们欢迎你来 好吧 嗯 嗯 但是呢 我觉得我们有这个片子 我说我们剪着试一下 嗯 那么很快 在一个来星期 我们就给他剪出来了 我们立刻把它放到了网上 嗯 因为反响很大 因为我觉得 是两点吧 一个是这个事件的 非常及时 就是说他没有说 我两个月以后 再做出这个事 我们立刻放到网上了 然后这个和我被打 的这个消息 就同时 这个 产生了一个效应 我跟办公室的人说 是你提前放上去一天 你的效应可能会多一倍 因为这个也是冲突的一部分 这个节奏本身 我们做这个事的方法 和我们的能力 和我们对待这个事情的态度 是要体现在我们做事的 这个 呃 产品上的 这个产品就是 我一直想找观众说出这样一点 查是有值得同情的地方 因为他们在尽头面前的表现 就是 但是没有一个观众说 我是警察 内不出来的人 我的朋友 我的亲人 现在都还有很多人都在警察系统里面 我的同事啊 都很好的哥们啊 包含我的亲人都有在警察系统工作的 我 为什么看完这个片子 我不会对 这个里面的警察产生同情 道理很简单 就是 警察 作为职务行为所做的一切 其实都是可以原谅的 就是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可以原谅的 但是这里面有个底线 我跟阮云飞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一个人 纯粹属于职务行为做的事情 他是有所收敛的 那么 你有的警察 他是 他是 他是自我要发挥 他是一个世界著名的艺术家 还会遭受到这样的一个压制 或者打压 他就会感觉很奇怪 那如果这个事情是我普通民众做会怎么样 所以网上也很多议论 如果是我们普通民众做 也许早就被抓了 被判斗 他一打 我觉得 当时其实我也并没有觉得特别 严重 完全没有依照到 就是他在德国做手术这样的一个后果 后来你 现在我的家人 正在四处给我筹钱看病 然后又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就像说翻过北林墙的那个守墙的士兵 你开枪是你必须要开枪的 那是你那时候有纪律 有指令规定的